大聖的方便 這裡是在講初期大聖的方便 因為大聖就重方便 再過來就是講後期大聖的方便 就秘密大乘了 我們先來講這個 剛才我們說到回向 主要在講一個方便 佛法到了初期大聖的特重方便 那麼這些方便後來被誤解 我們說所有的佛法 不管你修行是怎樣 他不離開自決決他自立立他 但是一定要先經過般若道 就是你先要解這些道理 而且這些佛法上的這些道理 那麼對你身心產生作用 那麼我們說的功德 我們常常講功德回向 功德回向不是說 我送了這一部經 我有什麼功德 那麼我把這些功德回向 就是轉送給誰 不是這樣子的 功德是作用 功德是作用 八功德水就是水的八種作用 可以除垢 可以解渴 種種的這些作用 那麼 回向就是你修學這一些 你未來擁有這一些作用 那麼你想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 譬如說你讀書 你為什麼要讀書 你讀書做什麼 讀書未來工作好早 那麼懂個道理多 反正就像這樣 生活比較容易 那麼你有什麼作用 那麼所謂的作用就是 他對你的行為跟觀念 就是身心產生什麼變化 好的變化 好的變化 跟不好的變化 都叫做功德 在佛法裡面 他基本上 他都用這個功德這個概念 但是我們現在偏向說好的 偏向說好的 比如說殺生的功德 殺生的功德就是你殺生會有什麼作用 未來你會短命多病 其實那殺生的還有什麼功德 其實就是殺生 你會對你的生命產生什麼作用 產生什麼好或不好的變化 其實功德不一定是講好的 但是我們今天在篇上講好的 你在佛經裡面講 你說五欲功德 比如說五欲功德 那五欲對佛法來講 五欲是不好的 怎麼會有功德 有啊 他就是作用 所以你會常常看到五欲功德 或是殺生拖到的功德 這個不是說他是有好的 他只是在講他的作用 那麼你做了這件事之後 他對你的生命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作用 那變化不離開身心 叫做身口意 身跟口是行為 意是觀念 那麼最大的作用 最好的作用 就是清淨 慈悲 從大聖來講 就是慈悲跟智慧 你送了經 念了佛之後 那麼你產生慈悲跟智慧 那麼比如說你拜燦 拜燦是為了讓你知道過失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嘛 慈悲勸請隨喜回向 好 那單單慈悔就好了 那原來佛法教的慈悔 我們把這些道理先說一下 因為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那天天拜燦也不曉得我的罪到底消了沒有 對不對 到底我還有五個獎 要消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拜多久也不知道 到底是拜年環寶餐比較能消業障 還是拜三面水餐比較能消業障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牽涉到我們不懂那個理 人家說就要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但是我也不曉得 只知道這樣做好像可以 但是我也不曉得 我做了之後 到底有沒有作用 我不知道 你看啊 是不是 真的 做了之後 我到底 比如說我拜完這盞燦之後 我相信 我淺淺的相信 拜燦可以消業障 但是我也不敢打包票說一定能消業障 那我也不曉得我拜完了之後 業障到底有沒有消 我甚至不曉得我業障到底在哪裡 但是 從佛法上來講 每一個人一定有業障 每一個人一定要消業障 那你有痛苦 有煩惱 那一定就是有業障 對不對 多數人都這樣嘛 不是 不是這樣啦 佛法他一定是 他告訴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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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作用 你自己知道 解脫 你有沒有解脫 你會自己知道 自知自厭 你會知道 有沒有作用 佛法就像 解渴的 你口渴要喝水 你口渴要喝水 你有苦 你學習佛法 你覺得你有障礙 所以去消業障 就像你有病 你去吃藥一樣 佛法是藥 佛是大以往 法是藥 法藥 好 那你天天吃藥 一天照三餐吃 早晚吃 有的人就早晚吃 早課晚課 那吃了之後 第一個 我也不曉得 我有什麼病 但肯定有病 第二個 我也不曉得 要吃什麼藥 好像所有的病 都吃這種藥 但第三個 我吃了藥之後 我也不曉得 我的病有沒有變好 我也不知道 我們的修行 都是這一種方式 這樣對嗎 那是不對的 佛法應該像喝水 你很口渴 你一喝 馬上解渴 可是你有多渴 你要喝多少水 這個一個人不一樣的 那你時時會渴 所以要時時喝水 你時時起煩惱 所以等到你 完全不用喝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解脫了 那你完全不渴 完全不渴 就好像你痛 你就要吃藥 等到你把吃藥 吃到這個痛 不再痛了 病都已經消除了 這個時候就不用再吃藥 那個時候叫無血了 佛法是這樣的 而且你吃了藥有沒有效 你是第一個知道的 通常我們誦經有沒有功德 別人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真的 那拜禪到底有沒有消除業障 別人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這樣的學佛 這樣的學份 這樣學份 不是學的堅持 在拼在 所以這樣的學佛是不正確的 佛法的功德 它就是作用 這個作用 就是身心的變化 很簡單 你送完經之後 原來不懂的道理 現在懂了 那個就是什麼 那就是你聖經有功德了 原來這個是佛法 阿彌陀佛跟釋迦牟利佛不一樣 原來這個見緣起就是見法 見法就是見佛 那什麼緣起 反正都是因緣合合而獻奇的 他慢慢知道 他本來也不知道 後來知道了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功德 你本來是不知道的 為德 經德 為之 經知 就是說 後來不知道 後來再知道 那麼你學習佛法知道了之後 你知道誠誠心會傷害自己 所以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承認心 現在就是你可以控制煩惱了 你雖然不能不起煩惱 但是你知道這樣對自己不好 所以你會克制煩惱 你以前很喜歡 假設啦 比如說我以前很喜歡釣魚 我年輕的時候還沒學否的時候喜歡釣魚 後來知道因果之後不敢釣魚 不知道啊 我什麼真知道的 我讀經知道的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功德 這個就是你送經有功德啦 他避免你一再的造業 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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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義之財 你取之的 財 備而入者 依備而出 就是你不當得來的 你也會忽然之間不當 莫名其妙就失去 所以你就不會取不當之財 你讀書知道的啊 好 那麼讀經也是這樣 讀經也是這樣 那麼你念佛啊 比如說英順導師講 就大 學佛山藥嘛 大聖佛法的三個重點 就是用方便 我們世間的方便嘛 舉個例來講啊 就擦掉了 這個是 是中立盤頭節 他念的那個計 他三個月念不起來 念了前面 望了後面 背了後面又望了前面 那南傳說四個月 北傳說三個月 後來 你也不必備 這個修行的口訣啦 這簡單 這個真的是修行的口訣 這個跟藏傳佛教的六支大明咒一樣的 歐美尼伯美奉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喔 那他把這個道理收射在歐美尼伯美奉裡面 就是蓮花中的明珠嘛 那蓮花就表示他在屋裡 在五濁二世 但是他不染濁五濁二世的一些不好的 就不染濁五濁二世的這些不好的東西 那心就像明珠一樣 那麼也不止取這個世間 他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基本上就是守口色意 守口飯 不兩舌不餓口不欺語不妄語 那麼不貪不撐不吃 那麼不殺不盜不盈 就是殺到盈望啊 基本上就是煩惱 基本上就是煩惱 那麼這個就是慈悲 不要傷害 一切有錢 那麼常常保持正念 那正念 自從 一定要有正見 就是對佛法有正見 那麼常常受持佛法說的正見 道理 所以常常講正念正知嘛 正念其正知 那觀之 了解 明白 五濁 不止取 這個不貪這個世間 這個就開始離世間了 離 就是不貪著這個五濁世間了 那麼就好像蓮花中 那個蓮花一樣 出乎你不然一樣 五濁之苦當然你 不要修那些沒有意義的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修學佛法 很多我們都不曉得為什麼這麼做 五濁 但是他不一定沒有利益 但是就是你不曉得他明白 五濁之苦當原理 後來佛頭就 那你背那麼多背不起來 你就背兩個字就好 浮沉一個字 除垢一個字 翻成中文就四個字 就浮沉除垢 浮沉除垢 後來 你看喔 修學佛法就是這樣 他慢慢藉由外而內 開始 這個 因為佛頭叫他掃講堂 讓他負責講堂 然後 比丘託拖拔回來的時候 幫比丘洗腳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 他都是因為慢藏道的 他是因為我慢藏道 因為自己學得很多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看不起其他的人 所以後來藏道 不一定會不會有的說法 所以藏道 那所以佛頭藉由他這樣 讓他謙卑 然後 敵求他 我慢 要為別人服務 然後負責講堂 因為講堂乾淨 然後當然會聽 舒服 所以這些聽法 喜歡洗心 他都 都跟他有關係啊 那麼所以他就比較能夠 誤入佛法 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你看 這個之後沒有多久 他就開始 因為他很聽佛的話 又很專心 專心的時候 那個業障就去除了 你看他不是透過懺悔 他不是拜懺 他沒有拜三妹水 連王寶 什麼懺都沒有 但是他為什麼業障可以消除 原理在哪裡 他有拜懺嗎 佛頭也沒叫他懺悔 但是他就有戒嚴 其實就是一種懺悔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障礙來自於他的我慢 所以讓他學會做那一些 比如說幫比丘洗腳 甚至沙米乃他也幫他洗腳 因為去脫波嘛 那麼這樣的事 然後他很專心 設心 然後之後他就開始想 一個人 這個就是他少講堂的功德 洗腳的功德 他的身心開始轉變 他的智慧開始不一樣 他會想 佛頭叫我少講堂 叫我浮塵出垢 叫他念這兩個字而已 浮塵 印度是一個字 浮塵出垢是一個字 浮塵出垢 浮塵出垢 我們後來北傳把它翻成兩個字 叫掃帚 念掃帚沒有意義 念掃帚有什麼道理 浮塵出垢才有道理 他想 那什麼是塵 什麼是垢 他開始慢慢會想 你開始那個觀念 盧理思維了 佛法的重點在思維 你想不對 你就做不對 你想不對 就做不對 所以 你在先想對 然後再做好 想對再做好 你雖然做好 但是 你沒有這樣的想法 你想不對 雖然做好也是短暫的 下一次不一定會做好 為什麼 你的想不對啊 所以先想對再做好 那麼 他後來就開始 心裡面會轉想 什麼是塵 什麼夠 那佛陀叫他負責講堂 他很盡心把講堂所有的成功 把他弄成 本來是明顯意見的 本來是明顯意見的灰塵 他一看就把他塵掉了 後來他才發現 那個隱藏難見的污垢 比如說在鳳裡面啊 那麼他又把它去除乾淨 那麼這個習慣培養了之後 專心 然後細心 然後 那麼之後他就開始 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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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在有成功 講堂有成功 身體有成功 那心有沒有成功呢 有 那什麼是成呢 雖然就是 遇到境界起的煩惱就是成 那麼怎麼是夠呢 長期不好的習慣 習慶 容易承認心 受不得別人 受不得別人這個譏諷 或是一天到別人 又很暴怒 這個就是習慣 這個是習慣 貪的習慣 撐的習慣 什麼都不知道 反正人家說好就去做 人家說今年的端午節 一定綁種子 綁雙的 就在那邊算 只能綁雙的 不能綁丹的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愚痴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這樣做 你就跟著這樣做 人家說 這個端午節已經過了 有一年也是這樣 端午節已經過了 但是不知道有誰放一個消息 說這個 說好像在中秋節過那個時候 那個中秋節很綁種子 那麼福報會來 然後 那就是你也不知道怎麼樣 前一陣子不是那個日本的 然後 然後發生事故嗎 然後就大家開始喘 污染海水 所以 以後的鹽就不能用 以後沒有鹽可以用 所以現在趕快去買鹽 那麼你就起恐慌 魚吃嘛 買了一整物質的鹽 那也用不到 那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很多 很多人都是這樣 要有 Thing 就是有盲蟲 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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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是冷靜的 定就是怎麼樣 冷靜的 自就是怎麼樣 理智的 冷靜理智的 他不是衝動的 那他是有道理的 你要養成這種習慣 這個就是佛法的功德 那沒有 我們通常就是權威 因為權威而相信 因為傳統而相信 因為大家都相信 我就要相信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不是有道理 而且他真的去實踐了之後 是這樣 你一面坐 你就一面知道 就好像人家跟你報路 他到底報的路正不正確 你是不知道 但是你一面走 他告訴你 往五百公尺 就會看到一間70年門 你往右轉 走兩百公尺 那麼會看到 即將七成事 你真的走兩百公尺 往右轉 一樣 那佛法也是告訴你這樣 他有刺激 你這樣做了之後會怎麼樣 這樣做之後會怎麼樣 你接下來要怎麼做 一面走 你就一面發現 你就一面知道 你不會走到 一定走到目的地了 你都還不知道 到底對不對 不可能是這樣 一面走 走了很久都不知道 這個到底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不會 可是現在我們的修行很多是這樣 我這樣修到底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那到底我自己的修 到底有沒有功德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的修行很多 送禮的經功德比較大 你是要長生西方 還是要去彌勒菩薩那裡 還是要要師佛那裡 你根本就 就是你不曉得那個原理 那這個是我們學佛的人第一個 我告訴你 真的 他不是看你多用功了 那麼就是你第一個要先建立的 正確的觀念 要先有政見 你沒有政見 那你沒有養成那種思考的習慣 如理思維的習慣 你沒有養成如理思維的習慣 就算你親近的是佛 捨立佛 目見年 你親近的是這一些人 我告訴你 你也不能有什麼功德 佛陀世代就有很多這種的啦 像羅達多 他的師父是釋迦牟尼佛 他的親弟弟是多文低的阿難 師兄弟是舍利佛 目見年 婦羅娜 加瞻眼 誰比他殊勝的 他最後下地獄 不如理思維 你這個習慣沒有養起來 他佛說的三藏十二部 他也會背阿 他也能說法 他甚至是持戒苦行 他又修禪定又有神通 你說他不用功嗎 持戒阿 他甚至修苦行阿 他不吃魚肉 不吃乳酪 不吃蜂蜜 只有樹下坐 不住房子 那只是脱波起食 不去運貢 他不刻苦嗎 他刻苦阿 他不用功嗎 他用功修得禪定 還可以變大變小 他會說法 佛陀說的 他也很聰明阿 佛陀說的他都能夠說阿 但是呢 他連做人都沒辦法 我們今天如果可以親近到佛 那是了不起啦 不要說佛啦 今天親近到這個捨立佛目見人 那就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很了不起啦 不是 真正了不起的 不是你可以親近到誰 當然這個也了不起啦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 學習他的思考的方式 就是他一個智慧能不能轉到你這裡 不是他回向給你 不是他加持給你 而是 你從他那邊學習到 他怎麼思考 怎麼做事 那麼他的功德從哪裡來 那麼經都是在講這一些阿 經都是在講這一些 舍利佛雖然不在 佛陀雖然不在 但是他把這些道理都告訴你 你照這樣做 你照這樣做 你就自然而然 會擁有這樣的作用 其實是有的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是 教你怎麼思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講 那這個 這個回向菩提 回向菩提 那麼這些 這些回向其實就是作用 那麼真正的作用 比如說你送經 送經的作用 我們剛才講佛法 大聖佛法 方便 現在方便 那後面也是在講方便 等一下我們再來總結 這有多什麼方便 那這些方便開始產生變化 那麼大聖的三個方便 就是 丁順老師有一本書叫做什麼 《學佛山藥》 這本應該你們多數人都有看過吧 我相信 你們多數人都有看過 那麼 那麼 吃素 送經 就大聖的方便 中國佛教的 這是中國佛教 這是特別屬於中國佛教的 送經 吃素 吃素 是為了什麼 掌養慈悲 那麼 送經是為了什麼 掌養慈悲 這個應該是 掌養慈悲 這個送經是 增長智慧 他有一個文 但是我忘記了 增長智慧 大家可以去看 那麼念佛是為了策發信願 念佛是為了策發信願 念菩薩也一樣 念觀音菩薩 念地藏菩薩 念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 念要師佛 念阿處夫佛 念本師釋迦牟尼佛 都是這樣 我們後來變了 他是為了策發信願 策發信願 我寫一下清楚 策發信願 策立引發 信跟願 我們常常說信願型 信是什麼 信這個菩薩有這樣的功德 信這個佛有這樣的功德 信這個佛有這樣的功德 實得能 那麼願 就是我要像這個菩薩一樣 所以後面就是 後面就是 比如說你念佛 你為什麼要念佛 前面講過 念佛的功德 佛有這樣的功德 那我也想跟佛一樣擁有這樣的功德 那麼佛是這樣做才擁有這樣的功德 所以你也必須這樣做才能擁有這樣的功德 氣是這樣 這個就是策發信願 向佛學習的心 氣是這樣 念佛是這樣的 最早的念佛是這樣 念釋迦佛也是這樣 如來應共正辯之明清主 十號 大智慧裡面講的 不只十個 那更多 念佛的功德講得更多 那麼念菩薩也是這樣 觀音菩薩 擁有這樣的殊勝 擁有這樣的功德 那是因為他的悲心 那麼千住祈求千住夜 苦海長舟度人舟 所以你念觀音菩薩 你就想起觀音菩薩的偉大 你就想跟他學習 心向往之 就是開始有為者亦弱勢 生起這種心 有為者亦弱勢 那麼我也要像觀音菩薩一樣 所以你開始也千住祈求千住夜 哪裡需要你就去哪裡 誰要幫忙你就幫忙誰 開始就開始學習 其實這個是真正念佛菩薩一開始最重要的 那後來慢慢就變成 佛菩薩這樣的功德 那麼我就念他 那我有困難的時候 我就喊他來 他就來幫我 就變成這樣 其實這個不是原來的意思 那麼念佛是為了策發信任 那麼相信佛菩薩的功德 那麼希望 那麼要就是自己願意 要跟佛菩薩一樣 要跟他學 那他怎樣做我就怎樣做 那麼誦經是為了增長智慧 明白道理 知道修行次第 知道這樣做的什麼作用 就好像你去買菜 你第一個要先知道這個是什麼菜 吃這個菜好和不好 對什麼好 對眼睛好 對骨頭好 對胃好 你要先知道 那你要知道 菜這個菜要怎麼炒 要用煮的要用煎的要用炸的 那個不能 那個要生吃的你把它來煮 那個要煮熟才能吃的你把它生吃 那就不行了 你這個道理要知道 這個菜要配什麼菜 這個菜不能配什麼菜 你也要知道 那一種做法 一樣嗎 這個就是智慧 那宋經就告訴你這些道理 你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哪些做有很大的副作用 有很大的後遺症 哪一些沒有 哪一些有哪一些會對你有利益 現在有利益 未來有利益 世間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有些人受苦 有些人不苦 為什麼有些人障礙多 有些人障礙就少 為什麼 他跟你講道理 跟業有關係 跟緣有關係 跟你的心有關係 這個你明白了 你後來不管遇見什麼事 你都知道他是這樣來的 他是那樣的 你都知道怎麼做了 你了解 就好像土石流 為什麼會土石流 那個土松軟 你土松軟 那本來有樹 你又把樹砍掉 那個不能固土 所以一下雨 下太多 他就土石流 那你知道這個原理 你要買房子 你絕對不會買在那個松土的旁邊 買在那個土堆上面 都沒有樹的旁邊 你絕對不會 為什麼 不下雨不知道 一下雨你就慘了 你知道你一定不會買在那個水稻走的地方 一下雨水來 你房子就蓋在水道中間 一下就是那個水走的那個路 那麼水一來 大水一來 房子就沖走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告訴你 告訴你這些原理 這些道理 你可以告訴你 你的很多的苦都是從夜來 你的夜都是從你的煩惱來 你的煩惱是從你無明沒有智慧來 根本沒有智慧來 所以沒有智慧是一切痛苦的原因 跟你講明白啦 可是你會發現到多數的佛教徒 學佛是沒智慧的 誦經是沒智慧的 休閒是沒智慧的 那你一直要離苦 但是一直沒有明白 什麼是苦因 什麼是面苦之道 那怎麼離苦 沒有辦法嘛 那所以這些就最主要的 那這個我們要知道 那吃素是為了要長養慈悲 就是要讓你有慈悲心啊 那你沒有 就變成 哎呀 種在那個什麼 種在那個 種在那個 這個東西裡面 那麼有 就是 像很多人吃素就吃得很乾淨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鍋子炒過肉的就不乾淨了 他就不太用了 他要買一個心子 心的鍋子 那麼來炒菜 這樣才清淨 清淨不是那個鍋子啊 也不是那個肉跟菜 清淨是你的心 當然你說那我用清淨心來吃肉 清淨心吃肉就不清淨啊 問題是你沒有慈悲心 你要有慈悲心 那麼他那個鍋子洗乾淨 其實洗乾淨了就好了 他的肉就是有肉味在上面 你洗乾淨就好 就一點點也沒味道 因為他重點是要你長養慈悲 因為你吃肉你就要傷身害命 所以他為了不要傷身害命 他讓你吃素 長養慈悲 只是這樣 結果你吃素 你卻沒有慈悲心沒有增長 你吃肉慈悲心沒有增長 看見一切吃肉的人都是惡魔 那這樣就反而吃素 沒有長養你的慈悲 長養你的什麼 長養你的傲慢 那有沒有功德 你也不能講沒有功德 但是有後患啊 你一樣有不好的作用 也有好的作用 也有不好的作用 那所以這個道理你不知道 這個道理你不知道 你雖然在修行 我們說嘛 就越修越不行 好 那這個是 好 那現在我們還要講 這個 講這個回向 那回向菩提 所有修學的功德 是為了要成佛利益眾生 菩提就是無上菩提 佛菩提 有生文菩提 圓解菩提 佛菩提 那你為什麼要修這一些 就是要利益眾生 要成佛 成佛才能利益眾生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回向 好 那講到懺悔 我們稍微講一下 懺悔 懺悔是 我們基本上大聖的佛法 很重懺悔 那很多的懺 地藏寶懺 金剛寶 地藏懺 金剛寶懺 藥師懺 三昧水懺 兩碗寶懺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就太多了 非常多 那麼 多數的人都會 都有拜懺的經驗 多數的人 但是拜懺到底 懺悔是 懺悔是在懺悔什麼 原來 佛頭原來的懺悔 就是 我們說要送戒之前嗎 要送戒之前 那麼你做了這一些不好的 你要發入要懺悔 要告訴大家 那麼為什麼要這樣做 預防 因為你說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你做了這個錯 我跟大眾懺悔 願大眾接受我懺悔 我懺悔過 還德清淨 以後不復再造 通常都是這樣 我向大眾懺悔 願大眾受我 願大德或大眾 看你跟一個人懺 他基本上有這樣 摺心懺 對手懺 或是跟大眾懺 最多是跟二十五個人 或是跟所有的人懺悔 那麼 他重點是說 我跟大德懺悔 我跟大眾懺悔 願大德聽我懺悔 就是因為你接受我的懺悔 我就做錯了嗎 我哪裡哪裡 在什麼時候 對什麼做什麼錯 那麼我跟大德懺悔 願大德聽我懺悔 那麼我跟大德懺悔後 還德清淨 是什麼還德清淨 心還德清淨 比如說我罵人 假設我罵人 那我們通常都沒有這樣 拜了很多參 一樣積怨不捨 後來那個怨就越積越深 那一爆發 一爆發 後果就很嚴重 不是傷害人 就傷害自己 都是這樣 不是傷害別人 就傷害自己 那有時候 為了要傷害別人 不惜傷害自己 那通常都會這樣 那這樣就會產生 就是說 你雖然天天在拜參 可是沒有懺悔的實際利益 那什麼是懺悔呢 什麼是懺悔 我們剛才講過 懺悔在經律裡面 基本上就是說 我跟大德懺悔 願大德受我懺悔 我應向大德懺悔故 還德清淨 不復更兆 通常都是這樣 以前我在拜佛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唸 我們如正 那怎樣怎樣 今向佛陀懺悔 那願佛陀聽我懺悔 那我應向佛陀懺悔故 還德清淨 不復更兆 我們講 我們稍微講一下懺悔 因為懺悔其實 我們常常在做 但是我們多數的人 常常懺悔 不曉得到底是怎麼懺悔 常常迴向 不曉得什麼是迴向 真的 這個就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那麼 我 比如說我某某 我如正 我某某 那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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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在什麼時候 對什麼人 或是在什麼地方 做了些什麼 錯誤的事 就這樣唸 這個叫做發露 這個叫發露 那有時候我們 佛陀是規定 你要跟小事情 自己擇心忏就好 那麼 再大一點 要對一個人忏 叫做對手忏 再多一點 就要跟四個人 或是二十五個人 或是所有的人忏悔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個其實 天主教也有 天主教也有 這一套忏悔模式 好 他說我某某 就是發露 發露你的罪 那通常我們 不好意思講 所以都是用什麼 在佛前 就跟佛懺悔 後來就演變 所有的人一起 跟佛懺悔 那通常是 對於自己 所做錯的事 這裡有講 應該也有講 他在後面 在後面講到懺悔那邊 一百一十一頁那邊 那邊有講 一百一十一頁那邊 剛才我們念的那邊有講 那我們就現在 先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們講過多次以後 我們記憶就深刻 沒關係 那麼我某某人 發露這個罪狀 那麼經相 如果我們向佛懺悔 經相大德 或是佛陀懺悔 或是佛陀懺悔 經相佛陀 或是觀音菩薩懺悔 也可以啦 如果你是前面 是觀音菩薩 否則可 地藏菩薩 保賢菩薩 文書菩薩 弥勒菩薩 都可以 那麼我經相 這個菩薩懺悔 我很向佛陀懺悔 願佛陀聽我懺悔 以前我常常在念 所以我都很熟 愿佛陀听我懺悔 愿佛陀听我懺悔 愿大德 愿佛陀听我懺悔 就受我的懺悔 有些会加上 愿大德慈悲 听我懺悔 听我懺悔 我因向大德慈悲 我因为 我们在讲这个 慈悲的原理 我因向大德 慈悲 我因向佛陀 不管是大德还是佛陀 都可以 如果你对着佛陀 或是对着菩萨也可以 都一样 我因向佛陀 慈悲 慈悲 还得轻敬 那你做错了就不轻敬 就是起烦恼 造恶业 通常就是发入你的追障 就是你起了烦恼 比如说我称恨谁 过失 起烦恼 造恶业 这个恶业不离开 身跟口 比如说你毁谤谁 你一分失踪曲骗 人家没有这样 你给人家讲到那个样子 然后人家只是稍微讲了一句话 你就说他骂了他骂娘两个小时 反正就是叫做一分失踪曲骗 就断章取义 或是你背叛 或是说你人家根本没有这样做 那你给人家讲 讲他这样 口业嘛 两舌恶口 你骂人家 其语 妄语 讲这没有意义的话 妄语 明明不是这样 你讲这样 那就欺骗人家 那这个就是业 那你为什么造这个业 起烦恼 那起烦恼就是 因为贪跟撑 为了自己好 看不惯别人 看不惯别人不好 那你就会造业嘛 自己虽然不惯自己的事 我看不惯这种事 我看不起这种人 那你就开始 口业深业 就会有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就是起烦恼造业 好 那么你就所造的任何业 所造的任何业 都会有作用 只是现前作用 跟未来作用而已 马上作用叫做现世报 马上就发生作用 叫做现世报 那以后 因缘成熟的时候 才会发生作用 这个就不知道 这个就是不定业 那么这样 如果你造的业 比较重大的 那么决定会有作用的 那个就定业 不一定要累积 就好像你抽烟抽一支 可能对你的肺 还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你抽了十年的烟 那肯定会有影响 你只是喝一杯酒 那不一定会有什么 不好的作用 你喝了喝了二十年的酒 那可能就会对你的肝 产生不好的副作用 类似像这样 而且喝很多 已经有酒饮了 所以这个业也是一样 业也是一样 然后还有一种这个无忌 基本上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天天在造业 但是最麻烦的是 我们不晓得 我们在造二业 我们不知道 就是你做了 就是你吃的东西 是有毒的 你不知道 这个是最危险的 天天吃吗 又好吃吗 像以前不是 我们买那个比较又便宜 又香又好的油 结果后来才爆发出来 这个有塑化剂 都不知道吃几十年 你不知道最麻烦 就天天毒一点 一点毒一点毒 那如果你知道了 你就马上知道 这个不能吃 送我我也不要吃 何况它又便宜又香 我们就CP值很高 那问题是 你不知道你才这么讲 那你如果知道了 你就知道 它 它其实是 就是你吃越多 后遗症损害越大的 好 造业也是这种事 造恶业 起烦恼造恶业 那么你不知道了 所以你不断地起烦恼造恶业 因为无知 因为无知 而起烦恼造恶业 就没有停 你没有办法设那个停损点 你知道吗 就你不知道这样不好 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无知 无知是最大的恶业 愚痴是最重的罪 愚痴是最重的罪 邪贱 所有的恶业里面 邪贱的业最大 明明错的 你坚持这样是对的 而且还做很多 就好像杀牛忌世 比如说杀牛忌天这件事来讲 明明是有罪的 你却一直以为是有功德 没有钱的时候杀一只牛 有钱的时候杀一百头牛 更多钱的时候杀一千头牛 不但自己杀 还邀亲戚朋友一起来贡献这个牛 那你一直以为你在帮他们 其实你在害他们 你一直以为你在增长功德 其实你在增长罪业 这个是最麻烦的 所以佛法不管修不修行 第一个都要有证件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回过头来讲忏悔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因为我们常常忏悔 常常回向 都不晓得什么是忏悔 什么是回向 那么忏悔最重要的是 我们刚才讲 就是说我某某人 那么那么 因为什么原因 做了些什么 起了什么烦恼 造了什么恶业 那在佛前发入 你不用讲给别人知道 因为现在我们做错事 不会讲给别人知道 那也不好意思 那也觉得很难堪 没关系 你就跟佛陀倡悔 跟观音菩萨倡悔 那么 我今向佛陀倡悔 那么愿佛陀听我倡悔 我应向佛陀倡悔 故还得倡敬 这后面很重要 还得倡敬 不负更丈 好 所谓的还得倡敬 就是你本来称恨这个人的 你现在不称恨了 就是你那个心 原来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原来有烦恼了 现在没烦恼了 并不是说你这样念过之后 你就清醒 我们叫做法倡 那他重点 这个叫做倡 发入 倡 倡其前欠 倡 倡 会 倡其前欠 我之前做了些什么不好的事 过失 罪过 罪业过失 有些什么过失 有些什么罪业 罪业跟过失 就罪过 那么 之前做的 你知道 你知道才能忏吗 你不知道怎么忏 后来我们都忏了 从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出国神学 开始忏 所有的罪知道都念过一遍 但是你有没有忏悔心 没有 我都没有做过这种事 就是跟着念 但是万一有 也可以消 万一没有 跟着念也很好 就可以 好像是这样 其实不是 那么 倡其前欠 然后怎样 这个就是前欠 发入 我知道 倡就是认错 倡其死 就是认错 我知道这样不好 我这样这样这样不对 我认错 那有一些人 那我跟你忏悔啦 没有认错 只是为了让事情 摆平事情 那不要引起后一遍 他也没有忏悔心 他不是真的认错 那我已经忏悔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看就这样 那你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你那个心 你那个心不清切 你不调柔 因为你就是起烦恼 你没有办法觉察烦恼 控制烦恼 你所谓的忏悔 只是要让那个人闭嘴 那你这样的 你这样的忏悔 不是真忏悔 没有 那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 在佛前忏悔 也是这样 没有意义不大 因为最重要是你的心 你的心怎么想 那忏悔前怯 悔不再造 所以他是这样 这个就是发入认错 这个叫做改过 忏悔就两件事 再简单不过 认错改过 要先认错才能改过 你不认错 你不会改过 我就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下次我还是这样做 比如说叫你不要去调游 跟你讲 一个师傅来跟你讲 比如说你是在家的 跟你讲 这样 好啦 好啦 那我忏悔 等师傅不看见的时候 你还不是继续调 那为什么 我就不认为有错啊 那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他重点是要先认错 重点要先认错 那么你要先明白 我这样到底错在哪里 做错了些什么 你真明白了 你就不会再做 就好像你不知道的时候 人家叫你不要去买那个油 因为那个油好像不太好 吃了对身体不好 你就觉得他有什么不好 又便宜 又香 所以他就一起吃啊 后来才发现 他有说话剂 现在就是要免费送你 你也不要 为什么 你已经知道 他有错了吗 这瓶油本身有错了吗 好 那现在是你自己 认自己本身有错 你就不会再做这种事 所以他是怎么样 悔不再造 所以你看 还德清静 不复更造 就是我不会再做 改过 认错 忏悔最重要 在认错改过 所以你要忏悔的时候 你不是把杀父 杀阿姆 杀阿罗汉 从无间罪开始念 然后念到最后 那时候的罪 不管你有没有做 全部忏悔清静 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样你对你的心 作用不大 你先想一想 我做错了什么 那么你要先从 挂碍最深的 那个开始开始忏悔 因为太多了嘛 如果真的想很多 那么你对你影响最大的 挂碍最大的 那么通常我们都有 没有那个没有的 真的 而且每天都会有新的 每天都会有新的 那么重点是累积很久的 你一直耿耿于怀的那个 那个要先掺 因为他那个就是葬道 悔 悔是不定法 悔是不定法 就是说你做错事 你没有后悔 他会葬道 但是你一直在后悔也葬道 你一直在后悔 就变成有点心理的强迫症 就好像你手沾到那个大便 洗干净就好了 你洗到破皮了 你还觉得手上有大便 那个也葬道 所以有一些人做错了事之后 他心里面忧悔 没有办法去除 那个是葬道的 那个是葬道法 你不知道不会后悔 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也不忏悔 那个就是你的心 本身就是烦恼中 没有正见邪见 或是说你 这个也会葬道 做错事你不忏悔 你不后悔 这个会葬道 做错了事一直在后悔 也葬道 所以忏悔最重要是让你 你忏过就清净了 那么你真心忏悔 忏悔就好了 重点不在 佛法的重点 不在于你过去做了些什么 当然你过去做什么 也会影响你 重点在你现在 你现在以后要做什么 过去已经不能改变了 过去不管你做过什么 现在都不能够说 那倒带回头 我重新再来没办法 它只能成为你的经验 那么这个经验 可以让你成长 或可以让你负担很重 往下掉的 那么你要把它转化为成 你成长的动力 我过去照过这样的错 所以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那么我深深深刻的记得 因为你越深刻 你越深刻 你就越不容易再照 所以什么最深刻 跟多数的人都讲 大家都知道你放过这个错 那个是最深刻的 等到你要照的时候 人家就跟你讲 你忏悔 你就知道 因为你跟大家都讲过 知道你照过这个罪 所以你那个会很深刻 所以重点是要让你认错 然后改过 你要做的时候 很多人会让你不这样做 所以它重点是认错跟改过 那你有错 错在哪里 你要改 要怎么改 这个才是忏悔的真道理 那你拜忏 当然你也可以拜 但拜了之后 水稳入关 你要从这么多罪里面 看到我的罪在哪里 你不是从头念到尾 从头拜到尾 然后拜完了之后 那么罪就消了 我告诉你 罪有消没消 我看你怎么拜 怎么忏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天天在忏悔 天天在回向 可是你都不晓得 回向到底功德有没有 忏悔到底罪有没有消 那你是在修什么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时间到了 那我们就先讲这里 忏悔认错跟改过 那这里是在讲 我们稍微讲一下 因为这个经文也要讲一下 再给我几分钟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课本 你看他这里是在讲 我们说大圣佛法 般若道方便道 那大圣重方便 重方便 那你看他这里就是在讲方便的 首先 首先是唱悔劝情随喜回向 那么 那么这个是养成大圣法气的方便 这个是广义的念佛 广义的念佛 他也是念佛 但是是广义的念佛 那么一般的念佛 着重称名 广义的念佛 就是在佛前 苏为劝情随喜回向 其实是这样 那么一般的念佛 着重称名 有宵夜战身净土 不退菩提 种种的现身立意 就是这些作用 那么西元前后 经典的书写流行 为了普及流通 在稱揚什麼 讀送書寫供養經典 有些什麼功德 那最早是供養捨立塔 或是繞捨立塔 那麼另外後來就講 波勒是一切咒王 勝過一切神咒 那麼開始這個方便 就承認了世間的神咒 最有名的新經 接地接地 波勒接地 波勒生接地 是無上咒 是大明咒 大神咒 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 這個我們下一次再來講 不過先把這一段稍微知道一下 那後來就變成唱字母 華原字母 那麼誤入無聲的方便 這個我們也下一次講 這個都有很多道理可以講的 那這個也是在後面那些都有說到 那這個大聖經的應聲佛式 是唱字母 稱佛名 誦經 像我們的泛拜就開始這些了 那麼持咒 大聖佛法能普及民間的方便 那這個民間當然是印度的民間 因為印度本身就中泛英 他的這個世廢陀裡面 世廢陀裡面 夜柔廢陀 那麼基本上都是類似 世廢陀裡面都是在講這一些 都是在講這一些 那麼說謀廢陀跟夜柔廢陀 都是唱頌的 都是唱頌的 然後用這些音聲 那麼來讚頌佛 那後來大聖佛法也學習他這樣這一套 就是深入印度